保證姐姐打怪好猛喔 让一旁的小朋友也卯足全力丢球打怪 市长谢国良也加入战局场面激烈又热闹 不只可以丢球打怪 还可以坐着小火车看蝙蝠 市长谢国良和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一起在山洞前 贴上蝙蝠让小火车载着小朋友 穿过象征流民船隧道的山洞绕行一圈 大家都很开心 位在安乐区副佑馆七楼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管的全市第五座安乐室内儿童乐园 四月初正式启用后就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玩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副市长邱佩玲 特地和新任2024基隆政策推广大使 也是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一起来这里陪同孩子们丢球打怪坐小火车 行销基隆市这五座室内儿童乐园之外 未来也会协助行销基隆市其他的重要活动和景点 这是我们第五座的室内儿童乐园 然后也开始融入更多地方的特色 所以这个隧道其实就是我们基隆最有名的流民传隧道 那近日因为它很出名的是 在隧道里面已经有看到蝙蝠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伪伴单位 应景的希望我们把这个蝙蝠 把它放在这个隧道的这个门口 那其实我们每一座的室内儿童乐园不止好玩 现在都会融入一些当地的特色跟文化 让亲子活动也有寓教于乐的效果 那这个隧道就是流民传隧道的意象 所以我们每一个当地的这个建设 跟室内儿童乐园都会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等等 就是接下来有不同的这些活动啊 比方说像这种场馆的一个开幕啊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更多的去宣传 然后让大家认识说 原来其实基隆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景点 然后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室内的设施当中 然后所以不只是你可能下雨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到室外去看到这些实际的一个建设 但你到了室内的场馆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然后甚至家长朋友也可以去透过这样子去跟小孩子 然后去做一些教导 然后甚至可以跟他们做一些从小就开始宣传 然后让他们更认识基隆 基隆市令古迹流民传隧道是台湾第一条铁路隧道 封闭15年后完成隧道主体 以及光环境整修开放民众参观 隧道上方还有十多只台湾叶鼻符 因此小朋友在安乐室内儿童乐园坐小火车过山洞 看到蝙蝠图案时 也可以由馆内人员做生态保育 以及铁路隧道历史意义的讲解说明 寓教娱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